日本动漫中出现中国文化可谓是你见不鲜 从中国美食到中国历史 不带电影到西方妹子 你能在各种片子里看到中国风的影子 这其中中国神话也占了一部分 其实说起中国神话 一般大部分人最新想到的是盘古开天 女娃造人 相对来说比较正儿八经 不像西方的各种神话 以上就是什么胸妹啪啪 夺奇NTR 桂圈乱的一笔那啥 你再看中国的神 一个个都纯洁的不要不要的 盘古忙着玩正儿Minecraft 女娃闲得没事就腻手办玩 都他妈是祝孤生的死者 这一部分内容在中国神话中属于上古神话的领域 有点童话语言的味道 因为上古时期没有文字 这些故事基本都是基于人民群众对于大自然的幻想 基于对未解释物的好奇心 然后可口流传 为什么有天 为什么有地 为什么有太阳 人是怎么来的 人们对于这些问题寻求一个说法 于是就有了诸如 后翼舍日 嫦娥奔月 大雨之水 福西化卦 这些神话传说 不过这些故事其实也相对比较正经 里面设计的主人公都比较单一 不成体系 而且大部分都属于人民英雄 不像希腊罗马北欧帝神话 动不动就回听魅帝 也难怪教授会有作品 拿听远古级别的神话人物做文章 而真正比较受欢迎的 被引用的比较多的中国神仙和妖魔 往往都是出自一些民俗传说和魔幻故事 比如西欧记 风神演义 聊赛等等 某种意义上 这些故事可以算是中国神话的二次创作 说白了 这又是最早的同人文 举个例子就比如西欧记 大奥狼神 帝皇大帝 如来佛祖 太阳老君这些形象广为人知 风神演义更是结合了历史和神话 让江子牙 李静 能少等角色成为了大红人 这些二次创作构成的中国神话体系 重要的一部分 毕竟神话这种东西 本身就是经由人民想象力所诞生的 你故事写得好 写得有开创性和娃娶性 后人引用的多 自然就成了传说 这一点就和费特道理一样 英灵为什么会变成英灵 是因为它的人民心目中信仰程度高 和它是神是人并无关系 那么日本动画里 引用过的中国神话元素又有哪些呢 先说几个建用比较彻底的 仙界传风神演义 日本圣灵匠普的著名漫画之一 一共推出了二十三句漫画 后来又被斯蒂德顿改编成了二十六集的TV动画 引寸国的风神演义作为原型 主要角色依然是蔡光旺 德扎 杨洁等人 但是其许多能力设定和故事的展开 都极大了不改的原作 毕竟是日漫 很正常 这部漫画始于1996年 虽然在国内并不算很出名 但是在当时的Jump里 元气移度非常高 在死郭海斯大名共产营之前 该作可以算得上是Jump的顶羊柱之一 听说明年还要推出新作TV动画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最悠悠记 莫改西游记的故事 这个相比之下 名气就要大得多了 小时候电视台也有播过 这个片子就和七龙珠一样 除了接近几个原作西游中的人物 和西游记毛的关系都没有 他讲的并不是西天取经 而是主角一行人 为了阻止流氓王被人复活 而展开的冒险 悟空是一个热水少年 性格直爽 但是一旦卸下了金箍 就会暴走黑话 然后失去记忆 八戒一点也不好吃乱做 而是一个温柔的老大哥 照顾着众人 沙僧则是一个红色长发的酷哥 最喜欢这种美女克香烟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粘制染了发 而变化最让人无语的是唐僧 不仅一改出家人 过头的造型 加了一头金毛 还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 雕的烟 喜欢咋打杀杀的地皮 武器则是左轮枪 哪得要西游人那个时候 哪有的枪啊 来呀 把无权烟的怪材板按住 除此以外 还有很多动画 都出现过中国石化的元素 比如《会议人者》中 出现过的金角和银角 就是捏他的西游戏 四位的真名 更是直接叫孙悟空 而里面出现过的诸多忍具 也均是出自西游戏底 比如金箍棒 八雕扇 七星剑 红葫路 顺便一提八门针甲 和日向林寺的八卦阵 也都是出自中国元素 七龙猪更不用说了 孙悟空 金斗云 牛魔王 甚至还出现了 中国形象的神龙 而鬼子在冷册里 出现了中国神明白泽 则是出自豹朴子 吉岩中的中国神兽 有祥瑞之意 而且据说 博序多才什么都知道 当年皇帝 曾经和他请教 许多动物方面的知识 东方谢中的上百则会因 也是以白泽作为原型 只不过喜闻类见的性转 在出道通话中 出现过的 就在妖狐玉藻前 原型则是出自 封城演义中的妖狐打击 魅惑的双双王 被打上之后 先去了印度 成了华阳夫人 或者隐姓埋名回到中国 直到唐朝时 又偷偷去了日本 才成为了如今的玉藻前 有关于这个故事 我在之前科普 日本三大妖怪的视频里 曾经提过 算是日本之话 建议中国之话的范围之一 同样是三大妖怪的大天狗 也是出自中国的夏海经 而在《银魂》 《河童之下》 《华兜鬼之尊》等多部动画中 出现过的日本国民纪妖怪 河童 其实最早出自于 中国的民俗故事 《河博曲奇》 另外据明天说法 日本的《灰叶鸡》 原初出出取物语 疑似改编自 中国西藏的故事 班族姑娘 虽然这个说法 这个谣传 已经立法考虑了 还有一个传言则是 《灰叶鸡》的故事 受到了长额奔月的影响 其实作为一个 有五千年 历史有九的大国 中国的很多文化 都在早些年 影响了周边的国家 日本的很多民俗和传说 都或多或少 受到了这些 中国神话故事的启蒙 然后加以自己的文化 进行了新的创作 最后用《历史初》 回到了我们这里 受到不宅有的关注和喜爱 很多人常说 中国这么多 有趣可怕的神话故事 为什么不用来做 好玩的动画 反而都是日本动画 历史在借用 我们的文化元素呢 其实并不是 没有人拿来做 而是没有把故事 和设定做得好看 很多时候我们嘲笑 日本动画 把历史故事和神话 赶的乱七八糟 更能毁援助 但恰恰就是因为人家 赶这样大道阔府 天马行空的赶 去融入 时下与情绪严肃 这些作品才能既好看 又为人们科普 有趣的知识 寓教于乐 就像是《七龙珠》 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孙悟空 仍然是日本 魔改帅的孙悟空 《七龙珠》好看吗 当然好看 就算魔改 你也不能否认 它的成功和地位 在感叹文化元素出之前 我们是不是更应该 心对自己国家的神话知识 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知呢 比如《山海经》 和《风神演义》 这些作品里面 值得挖掘的东西就非常多 我记得早天年 很多网闻 就是基于这些 中国神话创作改变的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搜神记》系列 把《山海经》 和《鸣黄的传说》 用心下的模式 改编成了十分野人如胜的故事 而《风神演义》 改编的电视剧《风神榜》 也给不少少二世的小伙伴 领化着深刻的印象 这可是如今这样的作品 越来越少 只有西游记 还在被人翻来覆去的拍 在这一方面 最近有一个叫 《原曲风神》的游戏 剧情又做得比较有新意 它改编字《风神演义》 但是又不同于《风神演义》 讲的是二十三岁的 女主人公徐绵 原本在一个博物馆 当管理员 一天在城里文物时 突然发现 上面跳出了一个二维码 扫了之后 它突然就穿越了 而另一边 江子牙奉师父之名 下山降伏99妖怪 每上面一个 就在名册上 出现了妖怪的名字 由于时空扭曲 二人互换了身体 来了一次大迅转 随后便开始在凡界 历经多潮代 降妖的冒险之旅 这个背景 这个展开 这哪是元气风神啊 明明应该叫 你的名字江子牙 有人照的奇妙冒险 虽然被魔改的面目全非 但是这个展开 意外的很吸引人 基于原作的设定 创作出完全不同的 妖怪题材故事 时空穿越 加魂穿的设定 迎合了当下潮流 会有看点 各种神话人文的形象 已经形成美化 甚至是性转 不穿胖子 起胖蒙妹 韩非子 开着高达的政态 小德加 穿着黑色的 眼镜娘 太乙真人 还有女中大佬 江子牙 不知道进了徐面身体的她 会不会也为19995派 说到底 古代的神话传说 是基于古代人民的思维 和喜好出露出来的 现如今 并不是每个人都看不下去 而将古代的故事 结合一些先的元素 有时候反而更能让读者 因此对这些作品的元素 产生兴趣 与关于魔改这个东西 我个人其实是一点也不反对的 这种把传统文化 与小项利 赋予新生命的做法 我一直都很喜欢 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传承呢 想要小时候 我们看那些什么 称光灿烂猪八天之类的电视剧 不是看得也挺开心吗 悟空传这类的人气小说 不也都是魔改吗 有时候最关键的问题 并不是它是否进行了魔改 而是你的故事好不好看 希望国产动画 以后也能做出 既发扬了传统文化 又精彩好看的片子 让全世界的ACG者友 不再只是通过日卖 来了解我们的实况人物 等到那一天 我们才能真正的说出 国卖全写 好的 那么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我是金棠 我们下期见